84年,蜻蜓衰败,法国人趁血而入,试图从广西攻入我国境内,可是那个时候的蜻蜓在干嘛,他们还在想着议和,他们在想着如何让那些法国人高兴,从而放弃进攻,可是,就在他们还在思考如何拿出一个让法国人满意的条件的时候,法国人的军队已经攻入我们广西了。 他们的指挥官尼格里是个中国通,熟读中国兵法的他,为了迅速地打开局面,命令自己的军队图存绝坟,试图达到图一战,想百里的效果。 在这样的命令下,那些法国士兵如同野兽一般冲入了我们的寨子,见人就杀,见东西就抢,男人全部成为了刀下亡魂,女人却都被掳走。 村民们试图反抗,但又启示那些没人训练,身体强壮的黑人们的对手,更不要说,他们还有比我们先进的多的火器。 寨子里的活人被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,就连村民们的祖坟也都被抛决干净,祖辈的尸骨被他们扔垃圾一样扔在一旁,而隋葬职前的物件一路都被带走,法国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 在村民的眼中,这些法国人就像是阴兵过界,神魁出山,一个个就像是赤发碧眼的妖怪一样,刀枪不入, 根本就是不可战胜的,所以大批的民众逃离自己的故土,抛弃了自己的家园,一路向北,试图躲避战乱,百姓胆怯,可是当兵的这个时候也胆怯,在附近的镇上,官兵们试图阻挡那些入侵的法国人,虽然我们的刀法剑术已经传承了上千年,可是这些法国人手中的火器根本不给我们近身的机会,没有靠近这些法医就折损了一半以上兵力,剩下的士兵只能溃逃。 面对这样的敌人,朝堂之上的能臣武将各个精弱寒蝉,甚至不敢起一点反抗的念头,冯子才原本已经退隐许久,可是听闻法医的种种恶行之后,试图起兵反击,可是朝堂之上竟没有一人敢于支持,究其原因,也只是因为冯子才前些年的时候,因为他们的贪腐问题和他们产生了矛盾,他们担心冯子才再次得势,所以只能不惜一切代价的打压, 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小人,我们才会一直被那些蛮蚁所欺辱。 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,但是冯子才的决心已定,四十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,让这个老将无法看着自己的大好河山被那些法医践踏,即使是自己阻止士兵,也要去抗击这些法医。 广西狼兵自古以来雄管天下,如果连自己的江山都保不住,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呢? 两江总督彭玉林虽然没能让冯子才重掌广西帅英,但是却给了最大的支持,冯子才的旧部有五千余人,彭玉林又从怀军抽掉了五千人过来给他,并且准许他绕过自己的上司苏银奎,直接听命总统府,自聘一下官员先斩后奏也无妨。 至于梁想,此刻已经在路上了,唯一无法满足的要求就是兵器,因为气不入人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,不过这对于冯子才来说已经够了,再多的东西他也知道,现在这样的局势下,两江总督能给他的东西也不多,冯子才的翠军几乎已经重组完毕,虽然兵力不如之前,但是好歹也有了一战之力,为了打破人们对于法医的恐惧,冯子才决定不等苏银奎的怀军到来先行出击,伏击法医的队伍, 在通过一段阴冷的地下暗河之后,冯子才的突击队骄然来到了法医的地盘上,夜里,法医的部队正在急尺,但是地面上突然出现了布满削尖竹子的主板,拦住了他们的记录,接下来,四周的丛林里射出了一只又一只的箭矢,骄无声息地在猎杀这些法医,一时间,法医慌了神,他们在黑暗中根本无法找到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攻击他们, 可是这还不算完,四周在树林中我们的战士吃刀荡了过来,一瞬间又是两个法医被击杀,这下他们彻底慌了,向着四周的树林里胡乱开枪,有些士兵被击中倒下,但是法医倒下的更多,眼看自己不敌,法医立刻开始了逃窜,但是四周都是天罗地网,他们根本无处可逃, 最终,这个法医队伍只有两名黑人军官被俘,剩下的全部阵亡,在龙林镇的大街上,人们都在围观这两名被俘的黑人,在他们看来,如此高大的身材,如此壮硕的躯体,还有那又黑的皮肤,让他们不由得感到害怕,士兵们想砍了这两个黑人,但是冯子才拦住了他们,自己必须要破除百姓们心中的恐惧,于是他亲自上阵,砍断了一个黑人身上的绳索,还要和这个黑人决斗,也要向俗人证明,这些法医 也不过是血肉之躯,并非神魁不可战胜,可是拳怕少爽,冯子才已经67岁,和这个黑人比试,虽然刀法精妙,但是架不住黑人,势大力尘,差点落入败局,可是,当黑人手中的刀被打掉之后,冯子才也找到了黑人的弱点,他们只会毫无技巧地,用自己的力量进攻,抓住这一点之后,冯子才借着黑人的蛮力,极其关节要害,凭借自己年轻七旬的身体,杀了这个黑人,这下可算是撞了声威,短短几日时间, 罪军的招募人数,就已然突破了期限,而后方的苏银奎,也加紧带着自己的五千怀局,以及良想赶到,如果说原来苏银奎还有顾虑,担心冯子才将他作为顶包区,那么此刻,他就已经放下来,因为这一次齐齐法医的功劳,冯子才一点都没有要,全部交给了苏银奎,为此,苏银奎还受到了朝廷的嘉奖,有了苏银奎的五千怀局,冯子才也算是有了一战的决心,他将自己的家眷,尽数迁往柳州,而自己,则定了一战的决 一口棺材,如果这一次抗法失败,那么这口棺材就是他的归宿,为了更好的抗击法医,他们要建立一道防线,用来阻止法医的进攻,而这道关卡就叫关前岸,而在关前岸后方三里地方,有了第二道防线,这道防线就叫做二道闸,他们的兵马驻撒在关前岸和二道闸之间,而苏银奎的怀军则在二道闸之后,可是在修建关前岸的时候,却出了问题,都是干活的,可是怀军的食物,却比翠军好的太多了,甚至就连 响应也多了一倍,这件事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,但是在底下的士兵看起来却是大事,吃不饱还怎么打仗呢,在一场冲突之后,冯子猜抓到了负责管理梁响的怀军军官王金喜,有了作证的账簿,王金喜很快就被砍头,虽然苏银奎快马加鞭过来援救,可是还是晚了一步,不过在他看到账簿之后,的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他知道,如果冯子猜不是给他留面子,现在的他乌杀难保,而他也清楚,这也是朝 朝廷的惯例了,可口良想这件事,他们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,为了做出自己的表示,苏银奎命令自己的后续部队,立刻推进二十里,直逼二道闸,而有了良想,这翠军士气更是高涨,趁着这个机会,冯子猜再次派出了一支骑兵,偷袭法军的文员兵营,这里不仅有大批关押在这里的清兵,还有这法国人的炮弹储备,他们摧毁这些,就可以变相地削弱法军的战斗力, 这场战斗相当的激烈,在这个时候,我们的冷兵器的优势,就已经显示出来了,弓箭可以消无声息地干掉他们的暗哨,当这些法医反应过来的时候,已经晚了,当他们匆忙出来还击的时候,等待他的,除了火雷,就剩下火枪,这场战斗之后,文员兵营被俘虏的清军,全部被解救,而这里的法医,全部被歼灭,这次的袭击,彻底勾起了尼戈里的怒火,在他看来,这里的士兵,还都是年轻的孩子,就这么被杀死了, 自己一定要复仇,可是他或许没有想过,当他屠杀我们的国人的时候,我们的心里也是一样的想法,他准备发起一场进攻,虽然他知道,我们正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,修筑爱口,可是他并不担心,因为在他的眼里,这里的战斗需要有惊人的意志,而清军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意志,既然这个冯子猜,想要一场正面的战斗,那么自己,就和他来一场正面的英朋友的对决,法医清朝出动的消息,很快传到了冯子猜的耳朵里,兵马为 一洞,粮草先行,法医既然进攻,那么自然是要运输大批的物资弹药,而陆路运输不及水路快捷,如果可以截断他们的补给线,那么自己的胜算将大大增加,于是,一直由壮族的姑娘们为主力所组成的队伍,就再次向着法医的后方进发来,可是他们没想到,这次的法医早有准备,在他们的水洞口,布下埋伏,士兵们刚刚探出头,就被射杀了许多人,而这,就是尼戈里的对策,他对中国的兵法熟悉得很,自然也明白, 冯子才不会就这么善把甘休,一定会改变伏迹的地点,而他也没有猜错,在一片平坦的水域,士兵们已经做好了伏迹的准备,一旦法医的运输船经过,就开始攻击,而壮族的姑娘们,则刺激将载着炸药的竹筏推过去,炸毁法医的运输船,一切都已经就绪,可是万万没想到,法医早已有了防备,尼戈里早就料到了我们会突袭,在法军火力压制下,几乎所有人都遭遇了不测,而最后一个壮族的姑娘,虽然沉下了, 法医的运输船,但是他自己也被扶了,正面战场上,冯子才已经做好了准备,他的儿子被任命为督战队的队长,如有人赶后退一步,杀无赦,这是冯子才的命令,可是督战队的使命也不仅如此,他要更看住的是,后面的五千怀局,不能让他们撤来,法医的大炮远比想象中的更前进,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炮,但是远不如法医的火炮,几番轰炸下来,我们的战士几乎折损了三成之多,可是即使如此,法医也没有派出自己的队口, 而是派出安南的部队进行攻击,火炮我们是不如人,但是靠近了之后,俗人都不是我们的对手,看着上有余力拨杀的翠军,尼格里马上下令撤退,继续进行炮击,而看着漫天的炮火,疯子才也没有运辅地死守这一道防线,而是下令撤退到后方,虽然明面上,我们的火炮全部都被摧毁了,但是在密林中,依旧有树门火炮,刺激待发,看着撤退的翠军,尼格里以为自己胜券在卧栏,天黑之前拿下关前案毫无问题, 可是,就在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前冲锋的时候,我们的隐藏在树林里的火炮也露出了自己的獠牙,一瞬间,这些法医死伤无数,愤怒的尼格里再次下令,火炮射程推进,攻击树林的位置,不得不说,法国人的火炮确实有用,但是,当他们的士兵开始冲锋的时候,我们的广西狼兵也是丝毫不怂的,很快双方就站在了一起,每时每刻都法医被杀死, 而翠军也是接连倒下,就连后方的督战队都已经加入了战场,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法医的攻击,日落至先,拿下大青山,终究还是法医的一句妄言,但是,这场战斗死伤无数,后方虽然还有两万兵马,但是不到万不得已,没有天大的好处,恐怕苏银奎也不会让他们加入战斗,而此刻的尼格里,还在寄希望于他们的运输队, 可是万万没想到,路上遭遇了黑袭军的截杀,他们的运输队恐怕是到不了了,而冯子财这里也遭遇了一场变故,一个士兵试图让冯子财的儿子带着自己逃走,但是却被抓住了,冯子财下不去手,他的儿子知道自己必须死,否则军卫再难服众,虽然是冯子财的儿子违规在先,但抓他的就是一名蓄意报复冯子财的军官,大敌当前,一救尔虞我诈,这就是蜻蜓,战斗再次打响,关起来掩体被炸塌树, 无数士兵被埋,可是冯子财依旧有条不紊的安排了自己的退路,他做好了最后的打算,如果最后溃败,那将会有人点燃山上的百年酒窖,以此来阻截法医的进攻,一通炮击之后,法军再次发起了袭击,肉搏战再次展开,可是胶着的战场使得并不如意,而尼格里也果断地向着两军交战的地方开始攻击,前方的战士激烈,苏银奎几次想要发起攻击,可是都被身边的小人所阻,关起来坚持了一天的时间,再也不断, 也撑不住来,法医冲入了关前岸,而此刻小青山酒窖中,酒窖被一把火点燃,山腹中窜出一条火龙,向着法军刺女而去,而狼豪此刻也响彻山林,广西狼兵绝不是法医可以折辱的,苏银奎的部队也趁此机会开始攻击,尼格里想要反击,可是此刻的他没有炮弹,司令部也危在担心,没有了火炮的法医不堪一击,他只能撤退, 青军也趁此机会越过镇南关,曾经在镇南关的关口,法医踩着我们同胞的尸体,拍下了一张广西门户已不存在的照片,而如今,我们也在此立下了一个新的牌子,用法医的头颅重建门户,1884年,镇南关大劫之后,法医再也没能越过镇南关一步,可是李鸿章依旧在劝说此起投降,蜻蜓腐朽不堪,可是对于中国来说,我们从来不缺少那些愿意抗击外敌的人。